我們持續來關心的是大陸 河北在唐山這邊有一間燒烤店 10號的時候就發生了一起九個人 居然一起圍毆一名女子的暴力事件 而這其中疑似是因為這一名男子 他想要打閃別桌的女生 但是遭到了拒絕 所以他惱羞成怒來動手 店家也提供了監視器的畫面 結果這時報過程 居然長達了四分鐘 旁人想要勸架 結果也被毆打 但是這個消息曝光之後 現在成了微博的熱搜話題 網友都相當憤怒 很多大陸的藝人 有公開表示說希望政府嚴懲嫌犯 而被害女子目前送往醫療院所 來救世當中 而目前警方透露說 他的傷勢是穩定的 九名嫌犯現在也陸續被逮捕歸案 男子劫完帳要走出電力時 一把摸上別桌女子的背 卻疑似因為搭訕不成 瞬間惱羞成怒 動手對女子施暴 某智進入燒烤店內 對正在用餐的四名女子當中的藝人 進行騷擾並毆打對方 隨後陳某智的同行用餐人員 劉某等衝入店內 對受害人進行毆打 並將受害人拖至店外繼續毆打 短短幾秒內 陳姓男子的友人 衝進店裡又是砸椅子 又是丟酒瓶 最後將女子拖出店外 他就剝著一位女生的頭髮 把他給拽出來了 這個過程中 他的朋友就不停地拿這個酒瓶 去往那個女生的頭上砸 目擊民眾表示 就連上前勸架的男子 老闆都遭到暴力對待 現場一片混亂 根本沒有人敢靠近 聚會吃飯的地點 演變成暴力事件 尤其成姓男子粗暴行徑 讓網路上幾乎到了人神共分的程度 相關貼文短短幾個小時 就達1.2億流量 更有網友肉搜出疑似嫌犯的樣貌 據河北當地警方的最新消息 目前9名涉案人員都已經遭到逮捕 至於遭到暴力對待的女孩子 有兩人已經送往醫院治療 另外兩人傷失較輕 不需要住院 事發後 此事連戰微博前六排行 相關貼文也有30多萬網友留言 憤怒表示政府應該言成 不僅韓洪 楊迪 李小璐等藝人震怒表態 馬天宇更直批 下次通報直接帶一罩 另外此事也引發官媒央視 人民日報和婦女報高度關注 認為政府要儘快讓施暴者付出承痛代價 記者謝漢宇報導 北韓勞動黨五中全會 10號是落幕了 金正恩同時主持會議的時候 也宣布了新的人事命令 其中最受關注的就是 外務省的第一副外長崔戰基 他現在升官了 正式晉升為外交部長 也成為北韓第一位的女性 外交部長 但是回顧他的官圖 其實是幾經波折的 因為他曾經傳出跟上級意見不合 被罰勞改三個月 一度被金正恩的妹妹 金宇正取代了他的位置 金正恩親自主持的勞動黨 第八屆五中全會擴大會議 同時宣布新的人事任命 外務省第一副外長崔戰基 成為北韓新任外交部長 今年57歲的崔戰基 被視為北韓最有權力的女性 並深受金正恩信任 年輕時曾前往大陸 奧地利 馬爾他留學 英文十分流利 在80年代進入北韓外務省之後 擔任外交官與發言官 長期參與美國事務 以及北韓核問題談判 因此有美國通知稱 2010年崔戰基擔任外務省 美洲局副局長 並在2016年升任局長 2018年成為負責 北美事務的副外相 這次人士任命 崔戰基不但成為 北韓第一位女性外交部長 還同時被任命為 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與政治局候選委員 相當受到器重 但是他的政治之路 並不是一直都這麼平穩 2020年因為跟上級意見不合 被罰勞改三個月 不過有消息人士指出 崔戰基受罰的關鍵之一 可能跟金正恩的妹妹金武正有關 他除了不信任崔戰基 並疑似直接參與勞改決策之外 2021年崔戰基的國務委員職務 遭到撤換時 也是由金宇正代替出任 讓金宇正幾乎成為北韓二把手 更有人預測金宇正 會在權力更大的黨組織中謹慎 只不過這次第八屆 五中全會的人民名單中 卻看不到金宇正的名字 兩人之間的權力鬥爭 儼然是一出北韓攻鬥戲碼 記者 梁文宇綜合報導 再來看到這個真的要小心了 不知迷的孤類真的不要亂吃 因為雲南這邊每年都有誤吃 野生菌類中毒的案例 最近就一名男子 他吃到這個不明的野生菇類中毒 而且他在住院的時候 還不斷地出現了幻覺 一名男子躺在病床上 左手舉高 右手在旁壁畫 還不斷喃喃自語 念著自己看到的東西 男子語無倫次的舉動 鬥得隔壁病床 大姐不停大笑 原以為只有男子精神異常 沒想到大姐也跟著他合唱了起來 阿彌陀佛 兩人行為如此怪異 是因為誤吃了野生菌類 中毒產生幻覺 拍攝者說兩人病情差不多 卻都堅稱自己很清醒 根據統計 光是去年一整年 雲南野生菌務實的事件 就造成兩千多人中毒 二十多人死亡 最典型的症狀就是幻覺 有人躺在病床上 想打死不存在的蚊子 有人在醫院裡放棄看不見的風箏 還有人一臉認真轉著手 想像自己在織毛線 夏天來臨許多地方進入雨季 小蘑菇像雨後春筍冒出來 但野生菇類可別亂吃 一般認為越鮮豔的蘑菇越毒 其實也不完全正確 像是致命的鵝膏菌 外觀純白色卻含有劇毒 要是不小心誤食出現噁心 嘔吐等症狀 一定要就醫治療 以免釀成悲劇 記者綜合報導 而持續要來看到的是 美國現在鬆綁邊境 將從12號開始取消 登機的陰性證明的規定 現在對外國遊客來說 算是一大的好消息 可以省下的不少麻煩 而日本也在昨天是大開國門 但是幾乎不見外國團客的蹤影 現在專家預估了 預計要等到7月 才能夠真正的看到 在外國團客出現在日本 真的好想出國 跟上全球大解封的腳步 美國也將放寬邊境 美東時間12號凌晨零點 也就是臺灣當天中午12點開始 搭機入境美國的遊客 無需在出示起飛前24小時內的病毒 採檢陰性證明 美國民眾反應兩極 但外國旅客開心的不行 因為如此一來 旅費負擔減輕不少 美國CDC將在捷徑後90天重新評估 若疫情又有轉折 恐怕將再度緊縮邊境 日本也在10號大開國門 但各大機場不是留學生就是商務客 幾乎不見外國團客的蹤影 原來現在各國入境日本都需申請簽證 還得登陸入國者健康確認系統 繁複程序相當耗時 預估得等到7月 團客才能真正來到日本 加上旅遊太多限制得團進團出 都導遊對屌屌感覺遭到監視 外國人不買單 期盼能早日開放自由行 而開國門恐怕也讓秋季流感 在夏天提早報到 原來南半球站直東界 當地遊客若在此時到劇本 恐怕也將流感病毒提早帶進去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在中間攝影棚 全天後都是用水神 空間比較大可以使用的是 這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麼如果說空間比較小 兩到三坪左右或在車上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比較 迷你的水神霧化器 在車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來到快點購 來買送水神一級兩德